澳门大学和澳门大学 我们是来结成的欢迎 历领本校参访的 二十余位来自于台湾的 旅记者和作家 我们是否可以请 来自于台湾的 二十余位的旅记者和作家们 站起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非常地感谢 真的是钻石的阵容 群星的灿烂 能够在澳门地方 二十几位非常有成就的 旅信的记者和作家 聚集一堂 真的是非常难的机会 他们这一堆都是非常有结束 有成就的 那在这里 我也要特别感谢 能够促进此行 促成此行 这个参访团的 我们澳门驻台 经济文化办事处的主任 杨建志女士 感谢您 面临大力的支持 那今天出席 还有我们新闻局的局长 陈局长也在此 感谢您 还有其他的嘉宾 那我们非常感谢 在这边接待的 无论是澳门大学的 公关室的主任 无论是我们 澳台友好协会的 学进会会长 以及旅游局的 所有的同仁 做所有的打点安排 我相信 连我都觉得 安排的真是太棒了 我相信女记者们 跟作家们 都有同样的感受 今天呢 这个场次 我们是有分成 一个主场 到四点半 到四点四十五分之后呢 有两个副场 会换个地方 一个副场是文化 这个文学方面的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是关于媒体的 我要特别感谢 我们文学院 来负责举办 尤其是中文系 的作家 女作家的 那个文学的副场 以及我们社会科学院 传媒系 负责主办的 媒体的这个副场 这次活动 真正的是千载南风的机会 他们今天一早去参观了 我们学校的生肖园 充分感受到 澳门大学在全人教育 四位一体教育 这样子一个教育的理念之下 那如何能够在人文科技并重 在课堂内 以及课堂外 全方位的学习 大家也知道 目前是一个多元化 全球化的一个时代 要从不同的文化的角度 不同的生活的经验 来出发 那固有的世界呢 会表现出全新的一面 这也是这些新的变化 新的视野 也指引着文化的发展 澳门大学一致 一直的是致力于给学生们 创造各种 总向世界的机会 也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关怀社会的能力 今天呢 在此举办一个主场 两个副场的座谈会 正是希望更好地打开 我们学生的视野 拓展思维 行学圣思 用更加客观 更加世界 更加多元的角度 来探断这个事物 今天的主场 各位也知道 用我们四位媒体的 等会儿都一一的介绍 来参加语谈 但是很重要的 语谈之外 必须要一个主持人 没有任何一个主持人 是比来自于澳门 长自于澳门 在台湾有读书经验 也在世界走过的 我们尊重的澳门大学的领域博士 以及澳门大学的长期的学术部门 刘教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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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感谢 如果没有我们刘院士 在此的主持 我真的不知道 如何去 公平自来这里台湾的 这一群 旅记者 记者 所以刘教授要交给你了 再一次代表澳门大学 欢迎今天出席的所有老师学生 我们有七百多人在此 真的是高兴的 大家一块来欣赏对谈 有关于台湾的面面观 有台湾资深一体 他们所的角度上 所看到的台湾面面 谢谢大家的光临 谢谢 谢谢 谢谢秦教授 请教授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世界女记者及作家协会 台湾分会 顾一平女士长致辞 掌声有请 顾一平女士长 各位嘉宾 大家下午好 我请代表台湾女记者 女作家 这个参访团的团长身份 请代表我们这个团 向各位致最大的敬意 尤其我要感谢我们的澳门大学的副校长 陈海东博士 他这次精心安排 让我们除了早上参观了澳门大学 横行岛的新校区 让我们印象深刻 然后同时今天下午就安排了这么盛大的一个座谈会 这种钻石阵容的座谈会 在台湾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 然后真的是 我觉得澳门大学师生好有福气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协会 我们是1986年成立 到现在已经27年 我们的会员入会资格非常严格 一定要有人推荐 要有作品 要有成绩 才可以进入这个会里面 然后我们虽然目前会员大概110个人 我们彼此之间都是女人 但是我们女人的情谊 非常非常的深厚 我们彼此在不同的媒体不同的岗位工作 但是我们常常会在一起开会 在一起参加活动 我们彼此间互相关怀 互相问候 然后有各种的经验互相交流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团体 台湾也只有这么一个女性的媒体跟作家的团体 就是我们这个团体 然后历任理事长 几乎就是我们今天都来了 他们非常的带领的非常的好 然后我是接任他们这个后部 然后我也静静一夜在做 今天很高兴我这是带了我们这个团 一共有24位到这边来 然后陈采洛校长是我的好朋友 那刘九郎校长更是我的更好的朋友 我好高兴能够请到他们来做这个主持人 那我就不断多说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证书的仪式 然后要请陈校长的代表接受一下 因为这是我们的女记者 在2011年我们输了 我们自己协会里有一百就是谁领风招一百年女作家 跟风云记会一百年女记者 就台湾这一百年来的女记者 女作家跟女记者我们出了书 然后我们有大概有十几二十几本的书 都放在两个厂里面 然后会文学厂跟媒体厂都放在里面 我们就赠送给澳门大学 同时我们有很多在座的女记者跟作家 她们带了一些自己的书 也都一起赠送给澳门大学 我们就以这两本来作为代表 我们先给一个金 陈副校长代表接受 以及作家协会台湾峰会 谢谢两位请就座 座谈会现在开始 有请以下主讲者一步上台就座 电视中论节目主持人李燕秋女士 原来电视从台湾看全球节目主持人 资深电视新闻主播主持人沈天华女士 电视健康养生节目主持人 资深电视节目主持人 癌症关怀基金会董事长 及养生专家陈月娟女士 以及台中市政府文化局局长 前大爱电视新闻部经理 叶树珊女士 今天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到 国际知名计算机科学家 教育专家刘宗朗教授 为我们主持今天的座谈会 有请刘教授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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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在今天这个场合 四美剧热南兵会有另外一个解读 我们有四位 其实是五位美女 蜻蜓红叶 秋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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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文化局长 叶树桑 还有秋叶 秋叶 秋叶 沈春华 两个是对唱 为土人大学过了一百万 还有春华 当然就是 李叶秋叶 沈春华 我觉得叶局长一定有点不开心 为什么我不想帮他找一个伴呢 所以我帮他找了一个 他跟吴市长在一起 各位都知道 吴市长的女儿是嫁到我们澳门来了 所以女婿是半子之一 所以岳父就是温和楼岛 所以这场市长就是温和欧文楼岛 四美剧热 那二男怎么病呢 我跟陈海东校长 三十多年的老朋友 美国 香港 台湾 到澳门 是烂松烂地 所以这些时候 今天是四美剧热尔兰队 不不不不不不 应该是去年吧 华尔街日报 发明了一个英文的名字 D.A.N.D. 华英就是大妈 大妈 我们有草楼大妈 有黄金大妈 那现在我们有一群新闻大妈 新闻大妈 有广大的视野 朗大星系 她是大众的喉鞋 拿着我余眩大笔 去地区市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要将我一群二十一个大妈 我没有时间慢慢一一介绍 但是他们就是台湾的名校 政大辅大 台大毕业 也留学美国 也留学英国 在他们里头 一共是拿过二十五个广播的金工奖 电视广播金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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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底是哪一年拿的呢 我就不变成金工奖 那他们的确实 因为文笔好 写了很多书 在评论媒体工作过 因为口才好 在无线电台上面 主持很多节目 因为风度一台好 所以电视机前面 站在大家面前给大家看 在评论他们的确实是聪明 睿智 反应非常快 所以的确就像刚刚 大家都讲 是我们台湾媒体界的 钻石人龙 所以我就是想 请他们一一给大家 真讲他们的心理 他们要讲的是台湾妹妹的观 但是从媒体的观点来看 我第一个要邀请的 是燕如陶女的李燕秋小姐 她也行的结果 每天晚上11点 我在我的卧室里头 等候她的光景 李燕秋小姐 要讲的是真实 虚假 看见真正的台湾 请 谢谢 刘校长 还有全部校长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第一棒李大妈 后面还有一棒接一棒 更强棒会出现 我今天这个第一个来谈的话呢 我想给大家谈一个真实与虚假 看见真正的台湾 我想先做一个小小的民调 在你们一般意义上 不需要别是你们亲戚朋友 或者是你自己去过台湾 或者从媒体上看到台湾 觉得台湾非常乱的 请举一下手 台湾很乱的 觉得台湾很好的 举一下手 哇 你们比我都爱台湾 谢谢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台湾九月的某一天 这三张图片呢 有一个呢是 在台湾总统府前面的 一个示威游行 那个示威游行里面 当然就是向总统扔鞋子了 另外呢就是 在高雄哦 大概有五十万人次 在那一天去看一只塑胶鸭 还有一批人呢 大概一百多个人 他们用网络连结 而且是个老外 加上一个台湾人 他们在网络上呢 邀请大家干什么 去高雄的骑津海滩 去捡垃圾 这是在那一天 当中台湾所发生的情况 所以我们到底要认为 哪一个是真正的台湾 其实就要看到 你是从哪一个角度 去观察台湾 而那个角度当中 会不会也因为了 有很多的夸大 而造成了某些的虚假 这是台湾的街头抗争 这是台湾现在最流行的 扔鞋大赛啊 我一直很想要去建议一下这些扔鞋子的朋友们 是不是有很多人把那鞋子绑成一双 因为一个一个的话其实比较不容易再做回收再利用 也许我们收了以后还可以再捐赠给哪一些的地方需要的 但一个一个的话就比较不容易了 还有就是是不是能够不要太臭跟太脏 稍微的清洁一下 那为了要因应这个扔鞋大队 这是台湾现在最流行 而且最新颖的一道工具 叫做虎鞋网 所以到哪里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 只要我们的这个领导人到了哪个地方 这个网子就会出现 因为呢 因为就是鞋子都是从空中跟上去的 所以你一定要用网子去打 这样子呢才能够空中拦截啊 所以这个网子的功用很大 后来发现说 也许有人会改为鸡蛋 所以网子就要更加的密不透风 所以这个网子的一直在不断的改进当中啊 听说花了我们不少预算 好 这是网友的扑手 就是把那个让子弹飞 改为让拖鞋飞 中间蓝白拖是台湾的一个代表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 大家穿的都是这种拖鞋啊 好 这是台湾现在的一个一个状况 我们觉得台湾 大概会觉得台湾乱的 有三个感觉 一个就是街头 街头上的一个乱 另外当然还有这个地方的乱 这个地方叫做立法院 就立法院 这个地方 这个是核四的 因为我们想要盖个核四厂 因为已经很久很久了 但是一直争议不断啊 所以在野党的抗争也非常凶 所以这是一个核四的抗争 几乎一谈到核四的问题 在立法院当中就没有办法过关 然后呢会 大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出现 那地上的是执政党的啊 那比较占上风的是这个民进党的 再继续看后面呢 这个是另外一个地题叫做美牛 因为那时候说美牛里面含有莱克多巴胺 是一个有毒的物质啊 所以我有很多的美国的 住在美国的朋友讲说 我们在那里吃了三十年 为什么你们台湾人不能吃美国牛 台湾人当然不能吃美国牛 美国牛有莱克多巴胺 那就是我们的美国牛啊 他们一直不解 但是呢 这个美国牛到了台湾之后 它就是一个政治议题 它不是一个经济或食品的议题啊 也不是一个经过检验之后 大家就可以放心的议题 所以当它被炒作成一个政治议题的时候呢 整个整个一谈到这个话题 这是在主席台哦 这不是在不是在一场的其他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最上面的地方 还有人拿着拳头 刚好一个拳头的一个姿势 所以那天是真正打人的啊 还有人送医院的 所以是流血的 虽然后来我们发现 这些这批打架的立委 后来又去饭店里面喝酒续托 当很伤害我们的感情 我们大家都觉得他们很认真很败命 结果他们又跑去喝酒去了啊 那这个呢就是为了要能够 不让美牛的议题过关啊 所以不让美牛进口 所以呢 就不让给法院的议会开会 那不让议会开会怎么办呢 就躺在里面睡觉 所以就熬了 那个时候大概熬了三天三夜啊 他们都睡在议场当中 你看非常的辛苦 那睡到睡姿也都被人家拍下来 这是我们的立法委员啊 就不是别人 不是立法院的工友 他是我们的立法委员 是我们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他们那天的晚上就睡在立法院当中 所以这是我们立法院给大家的印象 也是立法院那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乱呢 当然就是媒体之乱 在媒体的在媒体的部分啊 我想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刚刚才搬完金马甲 那我想我们的媒体 尤其是电视媒体 我特别把电视媒体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呢 我想这个媒体应该是 叫做金马仪珠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红书海到了大海去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立法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 还原现场的重点 怎么可能一个弱女子 她可以办得到这些事情 好一定有共犯的存在 一定有共犯 因为我们实际来模拟 比如立法院 我们现在提着一个塑膠袋 因为推气已经没办法 所以我要扛着塑膠袋 但你想看 如果是一个人 怎么可能就那么小 怎么可能那么小 这是我们的新闻节目 大家不要误会了 这是一个新闻节目 在讨论一个命案的发生 那大家同工都要到现场 去做一个表演 今天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相信所有的头条焦点 都是锁定北韩独裁 常人金正日病逝的消息 而选战到处了 我们的大选情报员 同样也掌握了 想一张给你 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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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韩关键是 他有历春节 南洋春节 阿宁 首先要来关心的 选举新闻 哈密打 是开火了哈密打 不是南韩跟北韩 打起来的哈密打 而是八菜之间 已经开火了哈密打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几天 这个民进党呢 是警咬了 马英雄接受 这个富邦金空的 董事长才名中 一千五百万 政治现金的 同时 这是来自于 我原来的工作的母台 华氏 所以我也不太 那这个跟我一点关系 我已经离开了哈 今天 我以前 费洛号去 这个深空昨天 他记不记过 寂寞吗 他一定不记 为什么 一定有外星人跟着 每次都对 每次都这样 记不记得 这个神州九号 神州九号 就有外星人跟着 对 阿波罗13号到17号 都有派空展 都看到了 好 各位不要觉得说 我这是取了片段 因为这就是我们晚上 在台湾的时候 你可能还不只看到 一个电子台 谈这个外星人 因为他谈的收视率 非常之高 所以呢 有好几个台 一起都来谈外星人 所以拜堂之次 我现在对于外星人的了解 比我们家隔壁邻居 还要多 所有的朋友们 在刚刚广告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到 新闻楼卷风 上面是秀大头的 FB进不去了 因为最主要呢 在今天早上11点的时候 不知名原因 我们的FB被关掉了 不过没有关系 注意一下这一行网址哦 现在我们继续开着 我们继续要让大家 讲出真话 我们要让大家 继续能够发声 我们更重要的是 台湾的民主自由 今天我们新闻龙卷风 是绝对的捍卫下去 虽然我们龙卷风的FB 被关掉 但是这个台湾的新闻自由 台湾的民主自由 我们坚决捍卫下去 好 所以看到这个的话 一个节目的FB被关掉 可以讲到台湾的民主跟自由 所以以前 陈水扁是真的想要 把电视台给关掉 他真的想要把TVBS给关掉 那现在的这个马政府呢 充其量只不过能够关掉 一个节目的FB 所以可见他能力就差 他对了 没有 我现在就有生活笼文件了 这文件我一丢出来 不是广导元宝 不是长期人报 是车报比大徒老一号 如果政治人物敢来杠 我现在先说 我手上是有东西武器 没有 杠我这套床票 当天我在这节目 公布我的资料 手上上 好 结果是因为玩得太大了 手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当这个检调单位 一约他去的时候 他两手空空 什么都没有讲 后来就跟大家道歉聊事 所以我刚刚给大家看到的 就是从立法院 一直到媒体 那么当每次台湾 在评选乱缘的时候 这两个一定都会上榜 但是立法院永远是 我们媒体最好的朋友 因为只要我们媒体上榜 他们永远是垫背的 就是现在看起来 整个台湾的媒体 确实是问题很大 因为好像只变成 跟两种动物有关 一个叫做撒狗血 一个叫做耍猴戏 所以我们自己身在 媒体单位当中的人 我们自己看到都觉得说 我们现在的发展 看起来确实是很 很让人忧心的 但是实际上的话 其实台湾的社会 他们自己早就脱离了 立法院或者是 媒体的喧嚣 而自己一个 成立了一个 自己非常清楚的 一条界线 而这条界线呢 在审视着 所有台湾 政治也好 或者是整个社会的 一些的进行的原则也好 当你预约了 这一条线的时候 那接下来的场景 就会是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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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台湾的人其实也还算是珍惜 那在街头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们一直在群众运动也在不断的改变当中 可是其实我刚才开头的时候已经讲了 不管从任何的角度去看台湾 它可能都有一些实质的偏颇 那那些的角度是不是被放大以后再传播出去的 让你会有一些的偏差的一个认知出现 那其实台湾的整个的社会 不管再怎么样的混乱 媒体再怎么样的一些的荒谬 可是台湾的社会其实一直在非常稳定 而且很有秩序的往前面走 每一个小小的市民都会 你都会深入当中 你都会发现里面有非常多 让你很感动的一些的故事 他们不单是做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情 他们做自己能力不及的事情 一个菜饭 他可以把所有卖菜的钱全部捐出去 那一个面包师傅 他可以每一天多做一些面包 就为了给山里的孩子送去一些 他们每个人都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 而这样的一个精神 其实在台湾各处 其实是随处可见的 他也造就了一个大家所说的 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 这一句话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后面的两个也是媒体的报道 那这个方面呢 其实它是不是台湾的主流 我们并不清楚 但是它真的代表了台湾社会很大一部分 民众他们真正在想的 我们先看到这个呢 是他们都很会唱歌 那唱歌 像现在这样的唱歌 他们就是为了让台湾快乐一下 我遇到像一只船 在月夜扬扬扬 我遇到一只船 海里飘到幽默着 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 吹开了你的转脸 让我的钟情随那流水 我这次体验到的一个非常美妙的感觉 就是当人无私去为一件事情 做贡献的时候 他的力量是 真的是无限大 真的是无限大 我想像一只原来都觉得 就是想无想就拍旁边人 就拍比你 其实所有的男人都觉得这很好玩 原来想的是很简单 对 原来三十个人唱歌 一两个七七 简单的收音 到最后参与人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这场一点也不简单的演出 筹备了220天 动员的实体摄影机 130位工作人员无偿贡献演出 创作了一场无价的惊喜 谢谢 最近这代理台湾的社会设计 其实大家这样子 都开心 可是就在你看的那个10分钟 你就哭了 就笑着流泪的 就是你想家了 或你突然发现 然后台湾这么好 台湾的丢业这么好 然后台湾的人这么可爱 很多人都说 帮台湾珍光 帮台湾做很多的形象的宣传 其实这都不是我们的目的 因为 就把这个目的放上去 我们觉得我们其实没有那么伟大 只要做这个事情 我们其实就是把一个三面 把它代表出来的一个感觉 谢谢 好 把这一段的一个歌声里面 我想我要结束我今天的演讲 我想在整个的一个 台湾现在的一个情况当中 我想说的是 在我眼中的一个真实的台湾 它其实就是一个在 靠着两个力量在支撑 一个就是志工的社会 一个就是公民的社会 那么志工的社会 让看起来被分裂的台湾 其实是紧密的在血脉相连着 而一个公民的社会呢 它其实让台湾人成为了 台湾最美的一道风景 所以这两个事情 才是真正的我看到的真实的台湾 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台湾的人 其实是在媒体跟政客的喧嚣声中 我刚刚讲了 我们非常有自信 而且非常有秩序 而且非常稳定的 继续的在往前面走 希望这个部分的台湾 能够介绍给我们所有在场的朋友们 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 这就是让我们看得眼花缭乱 心慌意乱 是谁说唯恐天下不乱 但是为其如此 我们是更需要 上我们这种媒体的朋友 有联系的 有联系的 帮我们看到方向 帮我们看到未来 帮我们看到爱 刚刚我介绍 我叫燕如桃李的李彦秋小姐的时候呢 我犯了一个错误 我在台湾的时候 她跟我讲 你到大陆特别是 小姐这个称呼呢 我要随便用 你到餐馆的时候特别是 要叫服务员 所以下面我就想介绍 沈春华服务员 我们讲 那么我记得 重庆安宁的名剧 《落红都市无情路》 画作春梨更不幻 首先谢谢刘校长 这么浪漫的 美丽的为我的这个介绍 大家好 我是沈春华 我想我就继续 去燕秋的这个第二棒 因为今天时间非常的宝贵 刚才呢 燕秋是以 比较多的影像的东西 来建构台湾的大概的一个印象 那么请容许我在接下来的 15分钟当中呢 我用几个数据 然后呢 把这个我的主轴 放在电视新闻上面 我想各位澳大的同学们 可能知道我在台湾担任了 非常长久的一段时间的 晚间新闻主播 so far呢 我相信我也创造了一个 的季度 那就是 在我的 电视生涯当中呢 我已经做了22年的 晚间新闻主播了 而且我是在同一个电视媒体 就是在中视新闻 对我来说 这是一段 迷俗珍贵的一个记忆 但是呢 我后来听到 澳门的朋友们跟我讲 其实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认识我 是透过我的另外一个 talk show 沈春华 live show right ok 所以从现在开始 那就是 沈春华 澳大 live show 但是各位时针 非常的短 所以我希望呢 能够有一点focus 所以我还是用我过去 在电视经历里面 非常重要的电视新闻的经历 跟各位同学们 还有请各位老师来指教 事实上我22年的 完经新闻主播的资历呢 让我经历了台湾 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比较简单的来说 我是从台湾一个 相对只有三台独大的 一个电视的环境里面 变成了今天是百家争鸣 那从今天我准备的 这些简单的画面当中 其实就可以看到 我这20多年的足迹 在左上的第一章 那是在1992年的时候 我跟一位摄影师 前往美国去采访 共和党大会 那个时候呢 我才刚刚上主播台 大概是第三年的时间 但是呢 透过我们的这个 勤奋跟一点点的 这个luck 我们这个当时做了几个 非常不错的 独家的这个访问 那那个时候各位看到 我手上拿的麦克风 还是在所谓 老中式时代的麦克风 现在呢 如果你们去看三台 尤其是看中式的麦克风 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呢 中间是我访问这个 菲律宾总统 艾奎诺 阿罗友 阿罗友总统 那么下面是访问了 这个法总统 那么同时呢 可以慢慢看到 右边的这个呢 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 台湾的电视的不同的时代 那必时的过去 老三台的电视新闻 从一个相对的 比较主流的 所谓新闻价值 也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一种新闻的呈现 跟播报的方式 那么为了要所谓的收视竞争 因此呢 在整个的编辑 或者是内容的 这个设计上面呢 就越来越多元 越来越灵活了 所以呢 我们在后来的时候 竟然我们连这个国际巨星 也被上到主播台 那但是呢 像这样子 再用晚间新闻的时间 当然不可能是很多的 两分到三分之后 我就要解决到一个国际巨星 那通常来讲 我要事先得到他的understanding 因为他也要知道说 上晚间新闻的这个篇幅 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 所以他也不介意 他也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另外呢 我们必须要做新闻下乡 也就是说 把新闻的主播台 中间的最下面这一张 我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 去做新闻的 这个live的这个转播 然后在中间的正中间 这个是在1997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是升台六甲 那是我到这个香港 来自香港的这个 移交的一个重大的 一个新闻事件 我用这张图片呢 大致地说明了一下 基本上台湾在过去 这么多年来 由独大的三家电视台 变成了今天 有这么多家 一百多家的电视台 可以说是风起云涌 可以说是大明大放 那么有一个数字很重要 我说我是希望今天 透过几个数字来跟 各位同学们呢 把这个台湾的整个电视的 一个现态跟生态 做一个很简短 但是很具体的呈现 这个年份呢 对于我们每一个台湾的 电视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在1993年的时候呢 当时台湾开放了 有线电视媒体 因此自此百家争民 电视新闻也从此就烟消 四起战况相当的激烈 我们知道在台湾呢 我们如果以收拾户来讲的话 大概是有五百万的收拾户 台湾总共有两千三秒的人口 我们以household 就是收拾户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五百万户 而五百万户呢 台湾的新闻频道的密度 我相信是全世界第一的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几个数字 从几个数字来看看 台湾的电视新闻的现况 我们知道 台湾的电视的专业新闻台 总共就有据舞台 也就是说这九家电视台 从头到尾一天二十四小时 告诉各位的 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的 旧时新闻 或者我们说新闻相关的 电视的talk show 或者是新闻性的深入报道 这九家新闻台呢 包括了年代东森中天民事 三里GVBSN 东森财经 非凡 易电视等等 而他们的平常的 主要的播报的时间呢 每一天大概平均是 十三点 十五点三个小时 就是首播 那么最主要当然就是 update当天的最新的新闻 在进入深夜之后呢 大概就是进行重播的部分 而talk show 也相信是各位同学们 对于台湾的电视的新闻 生态里面的 比较感兴趣的一个 那么也是他们在 所谓 希望能够赢得收视率的 一个非常大的战场 那么每一台呢 平均大概有三点六个小时 在每天晚上的 广京时间 或者是比较late night 比较深夜的时间呢 就会有这个talk show 那么在talk show呢 包括了像刚才 燕秋所讲到的 他所举的例子里面的 像新闻龙卷风啊 等等 那么另外呢 像这个关键时刻 挑战新闻 投家来开讲 而我上面写的TVBS 其实不是TVBSN 因为TVBSN 主要还是做 即时新闻的这个播报 然后把一些 新闻性的talk show 让我们放在另外一个channel TVBS里面 好 这些数字 代表了什么样的状况呢 代表了台湾 是一个充斥 而且是非常丰富的 一个新闻资讯 一个新闻爆炸的 一个地方 有的时候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你们台湾 要有这么多的新闻台 到底是你们台湾人 特别爱看新闻呢 还是你们台湾的新闻 做得特别精彩 精彩两个字 又很难解释了 新闻本身 我们其实很难用精彩来形容 但是在台湾很多人说 哇你们的新闻节目 做得非常精彩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有一点心虚 那精彩刚才就是 我们透过的一些影像 可以看到了 确实从收视的角度来看 它或许呈现了 某一种多方面的面向 观众们可能看起来 觉得相对是很刺激的 可是这是不是代表 一个绝对的新闻感 我觉得可能要用 这个阅听大众的 自己来做评断 从另外的数字 来看台湾电视新闻的现况 我们知道现在新闻台的收视率 也就是他们的 rating的总和 跟一个频道家族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些频道家族当中 其实新闻台已经掌握了 绝大部分的收视 在这里面呢 只有一个 exception 一个例外 那就是这个三立家族 因为在三立家族里面 我们知道 他们的台湾台有非常高 收视率的台湾的本土剧 That's why 他们因为这个本土剧的 rating 开得非常的高 家族的结果呢 是incredibly的这个 90点多 所以三立SETN 已经是在新闻台里面 收视最高的了 它still还是 少于它的这个台湾台 但是除了三立家族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 中间家族 迷代家族 东森家族 and非凡家族 其实他们每一个家族 都不止一个新闻台 但是在他们的家族 电视台里面 其实新闻台的收视 相对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 如果你问我说 到底是台湾的新闻 做得特别好 还是台湾人 特别喜欢看电视新闻 我觉得这是一个 诞生机 或者是机身代的问题 或许就是因为 这我们处于一个 非常资讯爆炸的时代 我觉得 它的时代性当然也会改变了 一个社会的 对于传播的氛围 跟它的内涵 因为我们处在一个 资讯爆炸的时代 所以台湾人从过去 其实对新闻相对比较冷漠 但是在媒体开放之后 有了更多的篇幅 可以来做更好的报道 而且他们发现 原来有这么多 非常interesting 有趣的这个subject 议题 那么当然也透过了 这个收视的竞争 做了很多不同的这个呈现 所以新闻做得 越来越丰富而多元 那么当然也因为 更多篇幅的呈现 我觉得也让更多人 可以透过电视新闻节目 而了解不同的议题 所以 因为圈谋越来越多 做了更多好的 或者是更多元的 这个新闻节目 让更多人 可以去看新闻 那么也因为新闻 越来越普遍 所以反过来也让 这个观众 越来越关注电视新闻 继续 我来看一看 这是我今天15分钟的分享里面 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只能来了解 台湾的电视新闻 作为一个22年的资深的 电视新闻主播 我从一个老三台的时代 我不知道各位同学们 可能因为你们相对 都非常的年轻 但是我们走过了这么多年的 新闻主播的工作 在相对老三台时代的时候 其实所谓的头条新闻 比如说是政治领导人 或者是政经 非常重要的 所谓的hard news 可是现在如果你们去看 台湾的新闻 因为我们知道 在澳门其实可以看到 东森台 好像我们东森的这个高层 今天就在现场 这些新闻里面 大概我们已经很少 会用一种过去的相对 比较所谓的 用新闻价值去判断 而会用观众喜欢看什么 我有一阵子在做 新闻主播的时候 我最痛苦的是 我发现我们整个的 编辑的逻辑改变了 那也就是过去 我们可能认为 根本不需要播出的 比如说一些 非常负面的自杀新闻 它竟然可以成为 cable电视台里面的 头条新闻 那当别人在播 所谓的这些 负面的社会新闻 它又可以有 rating的时候 我们的主管 他们就紧张了 他们就说 为什么他们的rating 会越来越高 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 新闻主流的电视台 我们却越来越 好像是接接半退 所以在新闻编辑台上 它会出现新的逻辑 更新的思维 所以当时我在做一个 已经算是非常 实诚的主播 为什么我很痛苦 就是说 难道我们要去follow 别人的 为了操作 短暂收视率 这样子的逻辑 而产生的 编辑上面的结果吗 但是我也非常地清楚 作为一个 所谓的 senior的主播 电视媒体 我们要honestly地讲 它其实是一个 大众的媒体 那么它基本上诉求的是 一般的社会大众 所以你如果做得太 所谓的孤方自赏 或者是说 你太自以为是 没有人愿意看你的新闻 你的影响也是出不去的 所以当时我在主编台上 其实我非常地鼓励 我的这个team 我们整个的这个团队 我觉得我们要与时俱进 我们当然不要同流合污 但是我们要新的思维 这个新的思维就是说 even在有一阵子 台湾因为做了太多的 尤其是当时cable刚刚出现 很多的新闻台 为了要吸收 这个短暂的修饰 对因此呢 他们就做很多 比较三侧性的新闻 OK 他们可能会把 槟榔西施的新闻 把它夸大 搞得先还做一个报道 说这个槟榔西施 是台湾的特色文化之一 那么我们听了 也真的是四条线 有点不知道该扑笑不得 但是我说同样的议题呢 我们应该做的是 比较有意义的 为什么台湾会有 这么多的槟榔摊 为什么槟榔西施 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做他们的生意 这背后的一个 社会的意涵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可以 这样做的话 什么样的subject 其实我们都可以包含的 这是我们在主编台上 透过了不同的 时代的演进 我们面临的更多的 competition 更多的rating 更多的commercial 这种竞争压力之下 我觉得我们必须 要去思辨的 在台湾的成全的 重要特质里面 当然我认为了 我作为一个资深的 电视新闻主播 我觉得还是很proud的 就是台湾的新闻自由 我想在华人世界 是首屈一指的 那么基本上 每一个人都可以 陈述他自己的意见 那么也由于 新闻媒体在社会上 可以沿锁议员 它扮演的一个 不可轻忽的监督 这个政府 或者是高层 或者是一本名人 或者是政治人物的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认为 它是很重要的 另外当然像它的 镜面多元花俏 等等 我们来看看下面一张 这个是我特别 帮各位同学做的一个 个台的镜面 在这么多的新闻台里面 如果我们看看 有的这个电视新闻台 比如说主播在 播报新闻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坦克车 从它的前面 这样开过去 OK 当比如说坦克车 开过去的时候 另一家 就会再加一个直升机 再从前面再飞过去 然后要变成 海陆空立体交叉 这样才能够展现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电脑部门 或者是动画部门 是与时俱增的 这个对新闻粉丝 到底有没有 那么直接的关系 我相信其实是并没有 但是在一个所谓高度的 当你把新闻台 变成是需要用 Rating 用这个把它变成 商业化的电视台之后 我觉得像 类似像这样子的 它们其实就变得是 不可避免的了 所以每一个新闻台的 这个在镜面上 可以说都是非常复杂 而非常多元的 再回过头来 我刚才说的 新闻呈现的重要特质里面 我这边还是要提出两点 当然刚才这个 燕秋他有提到 其实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媒体先进的 这个社会都一样 电视新闻 它基本上还是会变得 比较娱乐化一点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 Infotainment 那这个Infotainment 其实不是一个新的词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学者 都知道 它已经存在非常非常多年了 一个是在美国 这么先进的一个西方国家 它们在很多新闻的处理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CNN的主播 其实我觉得在 有的时候 比我们做秀作更多呢 什么在上面 还会跟你来一个 这个对主播的proposal 求婚等等的 然后这个自己的语言 然后甚至他们在做一个 外面的这个转播的时候 这个风吹雨打 整个的主播 好像都要被风给吹走了 那种其实在所有的国家都出现过 那当然它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 或者是遭受批评的地方 那比如说 我就是台湾的电视新闻 有高度的竞争 但是内容还是重叠比较多的 所以很多人说 你看了一台 其实其他你去看其他的台 它的subject其实非常多的 因此我认为比较可惜的是 议题的创新并不明显 我们知道在美国 其实他们又做很多议题的创新 他领导议题他是要很花成本的 他可能需要花一年两年的时间 他可能去布线 他可能去做这种 这个cover up 然后呢 他最后才能够有一些新的议题出来 可是在台湾目前 在整个生态来讲的话 要这么花钱 只是为了酝酿 或培养一个自己真正独家的一个议题 我认为这个部分相对比较缺乏 比较少 但是也不表示没有 比如说我觉得台湾的电视新闻 因为竞争很激烈 所以也扮演了聚焦解读新闻议题 甚至形成功名力量的角色 比如说 这个在七月份的时候 这个红仲秋的事件 那么他因为 莫名其妙被不当的这个凝虐 跟这个训练 结果呢 死在军中 那后来整个的公民生活 就透过网络的连结 那么有了25万人走上街头 但是事实上 网络的连结会这么成功 当然我认为有一大部分的原因 也要归功于电视新闻 这个做了非常大幅的这个报道 不管这个报道 当时是为了炒作收视率 还是怎么样 但是不管怎么说 有这么多人去关注 一个重大的新闻事件的时候 他对于工部门 他是会产生一定的压力 我认为这个 起码是现在的电视新闻媒体里面的 会做的 昨天我们在讲参序里面 我见到了你们这个 澳门日报的副总编 我不知道他今天你们在现场 他刚来跟我提起来 他跟我提起来一件事情 他说他觉得台湾的电视新闻 常常会报道一些比较 minor的很琐碎的事情 这点其实我非常同意 那么比如说一个非常小的消费纠纷 或者是说只是一个监视器 拍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结果呢 这家播放了以后 别家也立刻都跟进了 所以最后就变成每一家 都有一个监视器的这个新闻 一个非常小的消费新闻 他也会把它大做文章 然后再采访这个当事人 这些我认为可能都是 在一种比较负面的竞争之下 为了填充篇幅 为了有很多的所谓break in 有什么最新讯息 然后因此就给记者这些 要求跟压力 就是你要不断的不断的 给我最新的东西 但是这些最新的东西 到底有没有新闻价值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号 好 我的时间应该15分钟差不多了 我要做一个简短的conclusion的 我觉得对于作为一个资深的 台湾的电视新闻人 那么也作为一个资深的 电视的这个主持人 我觉得我非常的予有容颜 因为我走过了 从一个相对的比较保守的 比较寡占的一个媒体时代 进入到的一个风起云涌 一个大明大方的一个时代 同时我也亲领了 从贾布斯 包括贾布斯在内的所有的人 改变了这个世界的资讯的这个传递 所以我们也变得了一个新的竞争 各位同学也是一样 如果你不了解未来的新的媒体 新的传播的方式 也许我们都要落伍了 所以呢在今天的时候呢 我们非常荣幸地参观了 这个澳门大学的这个新的校区 那我看到了同学们 有一个新的slogan 你们说是 New Campus New Start 但是我认为有一个非常好的 硬体的学校 我非常的羡慕你们 我觉得同学们和老师 都是非常幸福的 但是我们知道 所有的世界最知名的大学 或者是硬体最重要的是来自于 学生跟教授所组成的软实力 也就是学术的氛围 创新跟innovation是最重要的 所以为这个祝福各位 有的New Start 还有New Thinking 谢谢各位 我是学资讯科技的 所以当我们手上拿到一大串的 零跟一的时候 第一个层次是Data 第二个层次是Information 第三个层次是Intelligence 当我们看到百家争名 百家混战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你们这种有联心的 有联资的 有能力的媒体工作者 帮我们从Data看到Information 从Information看到 你看这个 谢谢 刚刚我介绍了 大学居于更富华的 省春华服务员的时候 我犯了一个错误 我在台湾的时候 他们跟我讲 你们到了澳门 不要称呼别人 是服务员 你称呼她 是Langler 所以下面我要介绍 珊珊来词的 耶稣山Langler 我们做新闻工作的人 被称为无眠的皇帝 但是我们的 耶稣山Langler 现在是在台中市当官了 他是文化局长 所以他要跟我们讲 文化让城市练起来 台中市的经验分享 谢谢主持人 在节目后所有的 伙计校长 老师 还有各位年轻的朋友 大家午安 应该很久没有看到 我主持的节目 或者是我主播的新闻了 那可是刚天的燕秋 跟了春华讲 这样分享下来就知道 我们为什么这群 很资深的媒体工作者 后来必须要改行 快跑到了 今天我们四位 坐在下面的时候 李燕秋在里面算 说我们这几个人 加起来的资历有多少 算一算说 四个人加起来 新闻的资历有120年 120年 那后来呢 我又再算一算说 那我们四位 加起来的年龄 他们其实不会介意的了 我也不介意 我们加起来超过了 220岁 但是我们还蛮骄傲的 我们刚刚四个转 那这个 尽管讲是有国连五凤 那我们就算什么 我们这个安倍 我们算什么 就说四位什么呢 本来讲说妖姬 然后李燕就妖姬 我说很好啊 妖姬啊 表示不太老嘛 就没想到 我们主持人直接 把我们叫大妈 也好 接下来叶大妈 来分享一下 那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 就是因为呢 我们希望让大家认识 不同的台湾 所以面面观啊 那为什么拿澳门 跟台中来做比较呢 其实我心里有一个想法 所以在座的 曾经去过台湾的请举手 去过台湾的 哦 真是不少 好 谢谢 那你们去台湾 一定都是去台北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那去过台北的 应该都是等数 那去过台中的请举手 也不少 大概这样一半 好 因为过去大家都以为 台北等于台湾 那我自己呢 在台北住了 然后 大概五十年了吧 两百二十岁嘛 你们觉得会怎么样 我在台中出生 大概两三岁就到了台北 那可是呢 当我回到 我的出生地区工作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过去的thinking 真的 存台北 我没有看到台北以外的台湾 虽然我那时候在大一电视台 我跟着正言法师 我们在做很多的慈善的公益的活动 但是我没有认识真正的台湾 那为什么拿台中跟澳门 做一个比较 好 过去大家提到澳门会想到什么 small 对不对 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博彩嘛 想到casino 是不是 会想到大三八的 可能排到第五第六吧 对不对 好 台中也一样可怜 这个叫什么 就是要刻板印象 很多人接到台中 过去都说台中是文化城 可是曾经有一大段的时间 大家都消遣 台中什么文化城啊 台中根本就是个风化城 因为我们那边有 非常非常美轮美奂的酒店 说实话 我倒是也没进去过 但是进去过的人都形容过我说 里面的美女如云 然后呢 这个多么的富丽桃皇等等 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 台中呢 也被这样刻板印象化 变成所谓的风化城 再来 我们昨天呢 一群女记者通通去 两家著名的饼店 去买那个杏仁饼 杏仁饼对不对 然后沦回去 半首里嘛 很重要啊 大家来台中也都是买两种饼 一家太阳饼 那叫泵梨酥 买完就走 你没有真的认识我们这个城市啊 所以呢 我很希望透过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比较 让大家想一想 我们怎么通过我们自己 我们每个人 都是文化的代表 怎么通过每一个人 让这个城市不一样 好 还中间你们去过我简单讲一下啊 我们现在现实和平之后 我们29个行政区 人口270万人 就在正中间的台湾 而且呢 我们现在啊 是全球的七大智慧城市 是Intelligent City 所以有了Information之后 要能够Intelligent 那我们正在逐步的迈向 一个理想化 我们在今年获得了Smart City的首奖 好但是台中跟澳门 我觉得真的有一点点像 你看看这段的文字描述 跟澳门人的生活像不像 因为台中是个天时地利联合的地方 气候非常的好 位置又在正中间 所以呢 自古以来 台中人多梦想 我们在一个舒适光明的 平愁大地上 阳光充足 绿树飘敞 硬着小穿 都动不灭 所以呢 台中人比较乐意去向往 去遐想美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 刚才我们沈川华所说的 怎么样能够Innovation 怎么样能够创新就从这里开始了 好 所以台中呢 喜欢看书 喜欢阅读 是一个最佳的文化艺术城市 而且呢 我不知道澳门大学 我今天经常听到陈副教授说 将来也会加强设计方面 尤其数位设计 所以呢 在台中周边17所大专宴校 11所都跟建筑设计相关 好 那澳门跟台中我们怎么做比较 澳门是个文化古城 台中也是 从古城有没有办法 变成一个创新的文化新都 文创新都呢 我要从四个面向来做切入 从我们的古建筑 从我们的节庆 从我们的街区创意 从我们的人文素养开始 好 首先建筑 认得吧 没有人不认得吧 对不对 好 之前呢 在2011年的时候 这个大三大排框 透过当时的澳门艺术节 做了一场的光影艺术的表演 轰动全球 也因为这样 让澳门在全世界的 包括了光影艺术 包括了世界遗产 大大出名 记不记得这件事 那时候你们进了澳门大学了 差不多了嘛 2011年 没距离现在多久 好 那台中的大家介绍 这个地方叫台中周庭 距离到现在刚好一百年 它也是一个古迹 那过去的台中市政府在这边上班 那更早更早的在日治时代的时候呢 日本的当时的这个政府呢 也是在这个周庭的对面叫做市役所上班 所以它是一个行政中心 可是现在既然它一百年 我们是不是用一个创意 给它有一个不一样的新装 其实这就是跟大三八排 当时的做法非常的像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烛光台中 我们从四个段落来介绍 大台中的发展 从一百年前台中的传统展乐 农业社会 打铁到日治时期 也就是那个时候 这一栋建筑 深山松之柱 它所设计开始建造 第一阶段完成 是在1913年 距离现在刚好一百年 然后呢到1945年 台湾光复之后 展现出很不一样的风貌 再到现在 面临21世纪 我们什么样的愿景 所以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全场 因为有蛮长的 所以我就简单让大家看一小段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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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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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3 3 这是当时的农业社会 我们就用这个建筑的立面来作为一个画物 当时的农耕时期 这是当时在台中的南纯打铁 接下来到了日志时期了 接下来到1945年台湾光复 之后 曾经说是很不一样的丰富的文化面貌 刚把一些台中的在地的元素 容易这样给到光雕当中 这就是我们的周厅一百年 我们就先看到这边 其实当时我记得在大三八排风做光影艺术的时候 也是全世界非常的知名 当时在网路上是流传非常的重要 那透过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光影艺术的包装 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其实最重要让大家重新认识建筑之美 重新去认识这段历史的一个发展 所以现在这个光雕我知道 大三八当时先过了一段时间就停 停了这么隔几个月 因为应大家要求又再播了 可是现在没有 那我们自己的光雕本来只要播三个礼拜 可是因为大家非常的喜欢 所以接下来一直不断的播 先播到年底 但我还会加入每个不断时期的一个节庆的元素 比方Christmas的时候 我们会加Christmas 明年过年的时候 农历春节会加农历春节 会做一点点调整 然后就变成一个很特别的顶幕秀 所以呢 我今天带一点点的小DM 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们到台湾来 到台中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我有请我们工作人员 那时候发音点 让大家看一下 好 这是建筑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我们怎么样通过不同的创新 让这个城市的文化 历史能够重新活起来 接下来谈节庆 澳门最有名的叫艺术节 那台中也有很多不同的节庆 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澳门这个妈格庙去过吧 澳门跟台湾有很接近的民间信仰 那就是妈祖 因为我们都靠海 这个妈格庙 我不知道跟妈格庙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节庆 但是呢在台中 这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三百多年历史的大甲正兰宫 那透过这个正兰宫 其实呢 过去就已经规划了一个相关的 妈祖文化节 那现世合并之后 我们就把不同的 不同的妈祖庙通通结合在一起 办了一个 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 比方说我们结合了 200年以上的八座公庙 在起架绕境回轮的时候都有相关的活动 而且还有学术的研讨 另外呢 我们也希望透过大家实际参与这种宗教信仰 绕境是九天八夜 那有没有办法在这过程当中体验到一些什么 那这个跟世界的三大朝圣之旅 希望能够结合在一起 因为全世界根据统计有三亿 三亿的妈祖信徒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活动 你可能很难相信 这样的一个活动 好 我们可以大大小小的活动 连续一个多月 能够能够创造多少的产值 可以创造新台币四十亿元的产值 换句话说 相当于港币澳币大约是八亿左右 八九亿之间 为什么 因为信徒们在来参与的时候 不管是交通 餐饮 住宿都是很大的花费 但他们花的心甘情愿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宗教之旅 那透过了节庆创意 也可以让这个城市 把原来的传统民俗展现 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峰位 比方我们去年 把所有的妈祖庙集合在一起 办一个博览会 今年呢 我们特别委托了明华园 创作一个大型的歌仔戏 好 这个歌仔戏 也希望将来有一天 能够到澳门来演出 那不妨 大家也先来看一小段好不好 当天呢 有四万的观众 在现场户外 顶着寒风 来欣赏这俩猫子传 这就是孙翠后 难得能够恢复女儿生 如果熟悉歌仔戏的都知道 她以前都是 你响声的面貌出现 好 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先看到这里好了 好 刚刚讲的是节庆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两天啊 在澳门其实很开心的是 能够穿梭在一些大街小巷里面 因为很多的市井小民的生活文化 就是在这个街区里面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知道澳门现在也在发展文创 昨天有一位文化局的咨询顾问 告诉我 正在发展 那台中也是如此 既然以前就喜欢呢 常样 喜欢去发想 那我们现在怎么样透过文化创意 展现出不一样的一个风貌 在右边大家所看到的 就是台中的草务道 这个草务道呢 现在是全台中最受欢迎的一个街道 这边办了各式各样的艺文活动 好 我们呢 除了草务道之外 还找出了不同的街区 希望能够发展不同的文创 比方说 待会儿呢 在我们下一场的座谈当中 我们的新闻局局长 石敬文会跟大家分享 The End的电影《少年画》是在台中拍的 好 那我们现在呢 除了它拍片的地方 水南 这原来是一个机场 除了这边要做一个大的特区的规划之外 在雾峰 当年的电影城没落了 现在我们要在雾峰也要规划一个影视园区 又比方说刚刚提到的大甲 这个大甲除了有镇蓝宫之外呢 还有非常有名的苏饼 有令草 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传统的在地的元素跟产品 加上创意把它成为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形成clustering变成聚落 这就是一个街区 好 那所以呢 我们针对这些街区都取了一些名字 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让大家很仔细的介绍 那我特别带来我们的街区的地图 那十个街区刚好是这样 可不可以分开 分给大家 它可以翻一翻 好不好 来 欧安姐谢谢 就分给大家 你喜欢就留下来看看 好 那可是我一定要讲 街区是怎么来的 不是靠政府 街区靠人 靠市井小民 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呢 这些文创的聚落 其实是自己形成的 像我现在给大家看到这个范特喜 它就是在草务道旁边 一群呢本来是学建筑的人 他们就是因为从社区总体营造的概念 开始呢 把原来属于老旧巷弄的街区 变得呢很不一样 其实每一家小小的店 就只有一瓶两瓶大 可是大家都会流连忘返 为什么 有人味可以做出自己的特色 好 用比方说 今天我们中午在喝杏仁茶 台中的也有一家老老的杏仁茶 好小好小藏在巷弄里面 爬楼梯要爬半天 可是好多人要去 为什么 它有它的天然的风味 有它的坚持 有它的故事 所谓的文创是什么 就是人的故事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在地元素 又比方说 最近呢 去许多多的观光客 或者年轻后 一定要去朝圣在台中的一个 本来是一个历史建筑 他是当年在日剧时代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眼科医师 叫公园医师 他的眼科诊所 那这个公园眼科 现在呢 不是眼科 他是买凤梨酥 买太阳饼 然后呢 享受一点 或吃冰淇淋 喝珍珠奶茶的地方 可是他就是很爱去 always在排队 每个人去 不管是学建筑的 学文化的 都喜欢 曾经有一个法国的建筑师 来到这边高兴得不得了 那他为什么 他就是把古建筑 当初的行价 全都留下来 能够保留 全部保留 但是做了一个fusion 新旧融合 澳门跟台中 都是一个新旧融合的地方 怎么用最巧妙的一个创意 把新旧融合发扬光大 彼此共存共融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所以呢 这就是台中的 很特殊的example 又比方在街头 我不知道澳门 有多少的街头艺人 我这两天倒是没有看到 但是呢 在台中 我们鼓励街头艺人 我们八十个地方 可以让他们进行的演出 那就是成为街头 很棒很棒的风景 这也是来自于人 好 建坦人 我一直一直希望 或者算 我的小小的期望吧 现在 二十一世纪 是华人的世纪 我们现在所受到的 来自教育的 体制的束缚 是有史以来 最少的一次 对不对 我们可以得到 各种各样的information 从网路上 没有人再给我们的思考 再给任何的进步 所以这个时候 是最自由创作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样 利用这么好的时候 发给我们的文化创意 那我觉得 基本的人文素养 是一定要有的 所以我常常在想 文化局不应该叫文化局 文化部应该叫文化部 应该叫人文部 所以我讲的槟榔西施 对不起 槟榔西施是一种文化 可槟榔西施应该不是一种人文 那我们华人要努力的是 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人文 人文是一种态度 是一种思维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个人文素养 是我们现阶段一定要努力的 有了创新 有了思考 要内化成我们的态度 所以我们办了很多很多 在校园里面的艺术文化活动 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多一些的选择 然后让艺术能够long stay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到偏远的地方去办艺术节 去做校园彩绘 把大师请来 目的是什么 就是生活美学 所以呢 最后我衷心的期待 澳门跟台中一样 我们所有的华人的城市都一样 我们都有传统 怎么样让传统跟现代接轨 我们都有一直不断一代代相传的价值观 怎么样这个价值观 能够一直不断地传承下去 但是我们会跟着时代科技的变化 能够有创新的思维 诚心地欢迎大家来台中 我相信呢 你们在澳门都会希望大家能够用心 用你的勇敢 视觉听觉位置等等 来体验这个城市 我同样邀请大家 我们来到台中的时候 也能够张开你的勇敢 用心来体验 因为你会在不同的转角 遇到不同的惊喜 就像我们这几天 在不同的转角 在澳门看到了不同的惊喜一样 因为文化可以让城市亮起来 谢谢 台中是台湾天气最好的一个城市 一年有360天太阳 那么从澳门飞台中 你去台北要审 一个小时又十分钟 对不对 从澳门飞台中 一个小时 那么这个澳门对台币 是一块钱对三块八 你找到叶树山嘛 就是一对四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那我刚刚介绍完了 那我怎么样称服我们下一位 这个演讲者呢 我跟他的先生 苏启博士是好朋友 所以均称他为 月上花钱 清清我我的撕海 陈月轻失严 我们中国有名的一座军师娘 他讲过用食物来治疗 去远色医 用药物来治疗 陈月轻失严 在台湾讲了很多 失严是军亲 是老师的太太的意思 你们变老师啊 所以他是有一个节目的叫做健康2.0 那么我们就请这个陈月轻失严 给我们讲一讲 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其他的主讲人 还有我们的陈校长 还有各位老师 各位学生 各位嘉宾 大家午安大家好 谢谢 我觉得刚刚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说 对不起 我按他他不理我 为什么 对 对 他也不理我 没有关系 我想来到澳门 常常有很多的惊喜 真的非常非常 这几天非常开心 重新认识了澳门 尤其碰到了很多我的学生 那更开心的是 这些学生都说 虽然已经经过了一二十年 但是我跟教他们的时候 看起来没有差得太远 我想 也许是客套话 不过我想 也许是真实的 为什么 因为在我late thirty的时候 在我三十几岁 快要到四十岁的时候呢 大概因为十年的新闻工作 所以呢 虽然我曾经把新闻和文化 当作像生命 当作像呼吸一样的重要 可是我那时候就发现 如果我不好好的珍惜我的健康的话 我大概永远也没有办法做新闻了 那在那个时候呢 我同时遭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那个危机呢 就是我最亲爱的先生 苏奇 我们刚刚结婚才两年 他刚刚年过四十 去做他生平第一次的健康检查 结果呢 医生没有用任何一器 用手一摸 就发现他肝上有一个很大的肿瘤 那幸好呢 非常的幸运 这个肿瘤呢 可以一刀切除 切得很干净 但是切完之后 我的问题才开始 因为医生告诉我说 肝肿瘤切除以后 大概有一半的人 在两年之后就不见了 那还有 最后能够度过五年的人呢 大概不剩百分之十五 不到百分之十五 所以我就拿出我当年做新闻工作 得金钟奖的精神 上穷必落下防拳 动手动脚找资料 开始研究说 当初我特别挑选 特别重视他的健康 选了一个健康宝宝的老公 为什么一生病就生这么严重的病 从此我就一头栽进了健康里面 然后呢 就跟健康解下了不解之缘 然后这么多年 我读了很多很多的资料 刚刚讲说 我们要搜集data 然后把data变成information 更重要的是 你要变成intelligent 而且你要把这个intelligent 用到自己 用到众人身上 让它产生效应 那我经过 我读了很多的中医 西医 自然医学 所有营养学的书 然后我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方法 一件一件去尝试 我找出了一些原则 我把这些原则 用在我先生身上 也用在我的身上 结果呢 我就洗去了药罐子的称号 我先生从此以后 不敢叫我是药罐子 他叫我是长效电视 那我先生22年来呢 也一直非常非常的健康 而且还在开刀 刚刚过两年危险期 就被邀请进入政府 忙碌的公职生涯 一直持续了非常多年 而且我们还在他 忙碌的公职生涯里面 偷控生了两个宝宝 我家的两个宝宝 都是我先生开刀以后生的 所以我的很多的朋友 都说我消效 如果先生这么严重的病话 他说应该赶快逃跑 干嘛还生孩子 不过我想幸福 其实健康幸福就在一面之间 那从2004年 我离开了中华电视台以后 那刚刚原因 他们都已经说了 因为我们感觉 那不再是一个 我们可以在那里 发挥我们的理想 专专业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就开始想思考 我能够再怎么样的 把我的志趣 或者我对社会的贡献 能够继续下去 我当很多朋友就说 你讲的一口好营养 你来写写营养的书 那没有想到 这个营养的书 大受欢迎 从此我就开始成为 养生专家 我上电视 从此不再谈新闻 不再谈时事 谈的都是养生 而且我也出了 很多的养生的书 那我最开心的 就是我出任了 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 帮助很多的癌症病人 我今年 就是前三个礼拜 我到台南去演讲 有一个人跟我说 陈小姐 你一定不认识我了 我去年来听你演讲 然后我就开始 把你告诉我的方法 运用在我的生活上 我今年捡了15公斤 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呢 我到台中去演讲 有一对夫妇来献花 而且写了个 非常感人的卡片给我 他告诉我说 他的先生 一样得了癌症 第四期 医生都不看好 认为机会非常的渺茫 但是他看了我的书 就是每天清除癌细胞 利用食物来养生 他觉得受到很大的鼓舞 尤其我先生的故事 所以呢 他就开始让他先生接受化疗 同时用我的饮食方法 来帮助他先生调养 他说现在两年多了 他的先生非常健康 而且他的家庭 重新恢复了幸福 那我们癌症关怀基金会呢 现在大概每 就是每一年分两次 都会照顾一批癌友 大概陪他们走 四到六个月 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 今年是第四期次 有一位 就是癌症病友 他是口腔癌 但是他有逼肝 所以严重的肝发炎 他来的时候呢 肝发炎指数达到200 经过我们六个星期 几次的胃教 给他们更改食 教他怎么样饮食 然后甚至教他怎么打精力 保养他自己 他告诉我说 他非常非常开心 他的肝指数有200 掉到了20 医生都不能相信 医生说你吃了什么 他说就是饮食 医生觉得说这怎么可能办到的 所以我今天就要来让大家认识一下 饮食到底 对不起 是 我要碰哪里 OK 好 为什么台湾会先行一段的 这个养生的热潮 而且像我啦 像王明勇啦 欧阳寅先生 我们都是从饮食左手来养生 那我们也曾经受邀到 比如说马来西亚啦 中国大陆啦 好多地方都去演讲 主要的是因为台湾 也许在疾病上也是一个先行者 因为台湾的工业化开始的比较早 所以呢 28年来 台湾癌症一直是十大死因之首 那么从当初的每13分钟一个人生病 到现在 每5分多钟就一个人生病 那台湾的三高症候群呢 大概有将近290万人 虽然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呢 但是死亡率还是高达35.7 然后呢 平均让这些人少活了12.8年 是非常可怕 那很多人会认为说 养生是老人的事情 请看一下 20到39岁 高血压 这是很多心血管疾病的祸首 那在30到39岁 每5个人就有一个人在台湾 我相信在很多的地方 也同样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高血脂就是胆固醇 三酸甘油脂 每4个人 在30到39岁 每4个人就有一个人 可是在过去呢 很多人都觉得 这是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现在我们发现 它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非常大 那其实台湾还有另外一个隐忧 就是肥胖 那肥胖呢 被认为是现在很多生活疾病的源头 我们来看看台湾有多胖呢 大概每两个成年男性 有一个是胖的 女性呢 有三个里面有一个是胖的 儿童呢 每四个里面有一个是胖的 所以每年让我们的健保 要花费250亿到500亿元 大家会认为说 这是不是台湾一个特有的现象 其实肥胖呢 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流行病 有15亿的肥胖的人口 那也就是说每5个人呢 就有一个人过胖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称它为 传染病 全球的肥胖症 非常可怕 另外呢 全球现在跟台湾一样 也都睡不好 台湾有480万人呢 有睡眠的问题 那而且呢 是女生比男生更多 那所以呢 我们每年吃掉的安眠药 也非常多 因为有这么多的疾病 所以呢 台湾就爆发了 很多的养生热潮 台湾现在收视率最高的 最受欢迎的节目 很多都是健康节目 每天大概有10个以上的 健康养生的节目在播出 而且呢 每年大概有900多本 养生的书在出版 健康的杂志呢 现在成书不穷 最近呢 就有好几本创开 而且呢 来势汹汹 就瞄准了这些养生的热潮 还有网站也是 很多的这个网站 什么 像中式健康网 健康99 一大堆 最近也新开放很多的网站 上播很多的养生的知识 商周远见 这些过去是商业周刊 或者是说时事的杂志 现在呢 健康养生专栏是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甚至变成了很厚的一部分 而且呢 听说卖的还特别好 现在有机超市有机农场 养生料理在台湾也非常盛行 那我想最近大家在台湾呢 后面都是不是在问你说 你吃饱了没有 是说你吃到毒了没有 大家都知道台湾最近爆发了一个 一连串的食安问题 那这些食安问题呢 又让健康的健康养生热 更加温了 那很多人就说 那这么多的疾病 都是怎么引起来的呢 过去我们常都说 是因为基因嘛 因为基因的因素 可是我读了非常多的杂志报纸 或者是身文献研究 最多的 我们现在发现 基因对我们的影响没那么大 那最大的影响 其实竟然都是饮食惹的祸 那其实有一位医生 他巡回全球 做了一个调查以后 他说 饮食让人类治病 在那些工业发达的国家 医生医药进步的国家 他其实应该占到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说 在医药卫生进步 然后在这个国家 这个所得工业进步的国家 饮食所引起来的疾病 高达百分之六十 所以都是食物人的祸 可是好消息也是 只要你吃对食物 那食物 他解灵还是细灵人 因为我们很早的时候 在两千年前 西方的医生 西科巴比就说 你的食物就是你的良药 那中国的这个药王 孙思苗 他也在一两千年前就说 如果我们生病了 那我们先要用食物来调养 食物调养不成 才能够有药 所以全世界现在呢 也掀起了一股饮食的风潮 研究饮食的风潮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其实我也是用食物来调养自己 我有一个层六条 那这个呢 我有一套观念 就是用食物来为自己做化疗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在1980年代以后 科学家在植物的身上 发现了一个东西非常奇妙 叫phytochemical 叫植物营养素 或者叫植物生化素 有人把称为21世纪的维他命 科学家发现 它有八种抗癌的作用 所以当癌症一直来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吃了过多的假食物 吃了过多的坏食物 所以呢 科学家重新在食物上 也发现了解药 那这它有什么作用呢 第一个就是抗氧化 我们知道 人会生病 或者会老化 是因为细胞层次的长期慢性发炎 就是氧化 也可以说是生锈 那很好 这个植化素呢 它就可以帮你们抗氧化 可以抗自由基 那我们刚说 癌细胞 它传递的非常非常的快 那它有一个好处 它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真正 它可以抑制这个癌细胞的信号传递 那它可以 我们说癌细胞它会不集结 然后骗我们的身体 然后给它增生癌血管 只要癌血管一增生了以后 这个癌细胞呢 就会像雨后春水一样 越长越大 那它可以抑制 我们说癌细胞是恶性的分化 但是它会诱导它去 变成良性的分化 那我们知道这个癌细胞呢 它无止境的一直繁衍 是因为它的凋零机制失灵了 它就告诉它说 你的死期到了 你可以去死亡 唤醒它的凋零机制 而且呢 它还可以 把我们的激素 做一种平衡的作用 你激素太低 那你可能会找发现的更年期 或者你更年期非常严重 它会帮你提升 那当你激素太高 无论男女 你都可能容易得到一种 就生殖系统的癌症 它可以帮助你降 这是这个 它的好处 因为它还可以把肠子里面的细菌呢 肠子里面的很多的 我们治病的元素呢 都可以移除掉 所以呢 我们常说 如果你要人生像彩色一样的话 你最好你的食物就像彩色的 因为不同的蔬果呢 它都有一个很好的功能 它都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离痒风险 甚至呢 可以维持我们的记忆力 像蓝紫色的东西 如果你想要抗老化 你想要维持你的记忆力 你担心阿萨海默症 多吃一点蓝紫色的蔬果 那这个欧美国家 他们的科学家发现 每周只要喝三次 这样子蓝紫色的果汁 你就可以减少很多的风险 现代人看 三星产品非常多 那眼力大受影响 你可以多吃点绿色的 还有黄色的东西 那心血管疾病的话 可以多吃点红色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呢 最鼓励大家的是 多吃皮和紫 大家有没有常吃葡萄 有吧 你们怎么吃葡萄 土葡萄皮 土葡萄籽 但是科学家 在葡萄皮里面 发现了白鲤乳醇 它是一种真正能够抗癌的东西 还有丹宁 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葡萄籽有花青素 是烫氧化一米的 那我一个长辈呢 听说花的葡萄籽都好 就忙起来用牙齿咬就把牙齿咬疯了 没啥很可惜 那很多男生呢 就说哎呀 我要喝点红酒 因为红酒是黏皮这样的 所以呢 它还可以保护心血管 可是不喝伤心 不喝红酒伤心 喝了以后伤哪里 伤肝 所以呢 我会赞成大家 连皮带子 喝葡萄汁 喝葡萄汁 那后来我又读了很多 美国大量的paper证实 多吃全骨类 多吃全骨类 可以降低疾病死红率 大概有两百多篇的paper 所以呢 这是主要是因为 他们发现 除了植化素可以保护我们以外 它像一把剑 可以把这个癌细胞杀死出来 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 它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 它像一个盾牌 可以改良我们的长相 可以足起一个健康的网 那可以让我们身体更健康 免疫力更提升 所以呢 要吃渣渣 渣渣是饱 所以我们现在癌症关怀基金会推广一个全食物的饮食概念 什么叫做全食物就是仍然天然完整的 没有经过加工精致的食物 最重要的就是仍然具有生命力 我们相信有生命力的食物才能够养生 而且呢 我们提倡多吃植物性的食物 植物性食物要占到八成 而且呢部分大概三四十%要生吃 我们鼓励大家就吃真的食物 最近所以大家会有食安问题 为大家吃了太多的食品 那个不是真的食物 那叫假的食物 然后什么叫好的食物 没有经过油煎油炸 好的食物它经过油煎油炸 容易促进我们发炎的食物 我们叫它叫坏食物 所以我们就少吃煎炸烤 少油少盐少糖 因为油和糖也会促进我们的身体发炎 那盐呢 是对我们的肾脏心脏都不太好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吃真食物 好食物 最后呢 要吃全食物 因为当你连皮带子吃的时候 你就吃进了最多的膳食纤维 你也吃进了最多的植化素 那你就把一个食物做了最好的利用 而且呢 这样就没有任何的浪费 所以我的秘密武器叫全食物经历糖 我就是用各种非常好的 有各种营养素的植物 把它打在一起 那叫做全食物经历糖 那它其实就像一种鸡尾角 鸡尾酒疗法 可以提供我们各种丰富的营养 那我用这种饮食方法 就是鼓励大家要多吃到 最多的植物性的食物 也就是糙米 或者五穀杂粮 蔬菜水果 还有优质的蛋白质 豆类坚果 这应该在我们的饮食八成以上 大部分人都吃不到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方法来教导我们的 我的读者或者是我们的爱友这样的吃 那这是美国欧巴马夫人她所推提倡的 这个健康 买出了健康饮食盘 但是呢 后来哈佛大学把它做了一点改变 这也是我们现在推广的 也就是说你每餐 除了早餐我们喝精力汤以外 午餐我们希望十分之三是蔬菜 十分之二是水果 然后呢25到30%的全骨类 然后25到30%的优质蛋白质 我们讲的是豆 可是如果你还吃荤的话 你可以吃一半 一半的荤食 肉鱼蛋 一半呢 是植物性的蛋白质 这被认为是最健康的一种饮食方法 其实我研究饮食 我发现饮食真的是可以改善你的健康 现在全球都掀起了一股饮食 研究饮食的这种风潮 包括像在荷兰 他们建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studio 在这里面你所有的饮食进去你的身体 他们就去研究这些食物 到底起了什么样的化学作用 因为人类发现人不能胜天 我们人还是要向自然成熟 所以自然生反这么多的丰富的食物 它一定有我们疾病的减药 所以我们吃错了 我们要从吃醉开始 好好吃不仅可以救自己 而且可以救地球 因为我们减少了很多动物性食物的 这些消耗的话 我们就会省下了很多的生命 省下了很多的良好的水质 也不会污染空去减少很多的耗能 所以可以让地球更好 从我先生生病的时候到现在 走过了这条艰难的道路 我发现疾病可能是一个隐藏的祝福 疾病是一个隐藏的祝福 它其实是一个温柔的提醒 告诉你你要怎么样好好的善在你的身体 那适当的饮食运动睡眠 三者缺一不可 经过我这么二十几年来不断地研究 我最后发现中国人古老的智慧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因为无论是如是到百家学说 他们都是告诉大家 你要怎么样的修身养性 怎么样的让你自己维持健康 因为有了健康 有了医才有一切 而且呢 自己的健康 其实也会影响到整个的家庭 影响到整个的社会 甚至影响到整个的国家的竞争力 所以我现在也开始从我们古老的智慧 去学习很多很多的养生方法 那我觉得这些养生方法 都是非常有用的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实践 光有知识你不会健康 你要实践才会健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其实刚刚 从与琴斯来跟我们讲的内容 也回应了前面三位讲的话 不管我们的身体 或者我们的社会 或者我们的老大 有什么毛病 有什么混乱 但是都可以把它治好 我们就是需要上一个人 一种有联系 有联知 有能力的媒体朋友 带着我们走 真 善 美 等路 我们还有十五分钟 我相信是最低限制 十五个人会问问题 但是我只能够 请他们回答 一个或者两个 上个哪一位有什么问题的 请那个 哪一位有什么问题 请 请 你叫同学 另一位 请 欢迎各位从台湾来的朋友 也欢迎台上四位 青春有助的大姐 我是澳门大学经济系的老师 张晓娟 自己是台湾人 所以很开心看到很多的台湾相亲 今天来到澳门大学 那在座我们的同学呢 多半是90后年轻的一辈 大概 他们熟知各位的节目 是各位近期的节目 他们收看 那我呢是看着各位的节目 和各位一起长大的 那些年我们一起经历了三家电视台的时代 到今天百家争民 那刚才 沈村华 大姐 这个 就是提到 关于我们新闻媒体的 有关于 quantity 就是量 方面 我们有很多光鲜的数字 然后现在的竞争 非常的激烈 还有rating 等等这些 但是呢 我多年观察台湾的新闻节目 我发现台湾新闻节目的内容 我现在想请教一下 沈村华女士 就是关于我们quality 现在台湾的新闻内容 第一个国际的版面 几乎是看不到 更不要谈说有深入分析的 这些所谓的新闻报道 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综艺化 我们的娱乐化 八卦 这些节目充斥 那刚才您用了两个字 叫做精彩 它很精彩 可是它很空洞 历然汗颜 我们争取时间 就请沈村华 是 好 谢谢 可以吗 您的问题就是这样 我的问题就是说 到底瓶颈在哪里 OK 好 非常谢谢张老师的问题 也是我们从台湾来的乡亲 因为时间有限 我非常简短 基本上 台湾的这个电视新闻 它的量非常的多 但它的Quality 一直被受争议 所以主要的问题 当然还是 它放在一个非常商业的机制里面 所以它是 每一个老板都是看Rating 有了Rating以后呢 它才能够收这个广告 更何况我们知道 目前的广告的 整个已经被所谓的电脑 就是网络化的 这一块已经就分食了很多 所以整个广告的业务的大饼 它在Strengthing 它在搜索 但是另外呢 它却有这么多的电视节目 跟电视的媒体要去真实 所以越来越难 因此呢 没有一个老板 他可以那么自诩轻高的说 我要社会责任 我要主流的新闻价值 但是我不要Rating 我们so far 在台湾还没有办法看到 这样的一个 这个电视台的这个老板 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瓶颈 但是我对于台湾的观众的素质 其实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也就是说 虽然在现在的Rating上面 因为它是用A.C.Nielsen 这个我评点一下 我并不认为 它可以很Comprehensive的 反映出来 所有的人对一个节目的喜好 因为它只针对 应该是1800户 这个样本数太少了 所以对于我们想要做一些 真的quality的节目的人来讲 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我们不能跟这个电视台的老板说 虽然我们的Rating不好 但是我们的很引起很大的共鸣 How can you prove 你不能证明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来讲 台湾它还是一个非常成熟的 一个媒体的一个社会 那也因为因此 它会被很多人批评 台湾的电视的新闻是有问题的 就像张老师您的这个看法是一样 当这样子的一种意见 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觉得它可以从某一种层次 来影响这些电视台的老板 它也许可以存在某几个 相对比较quality的节目 像比如说像我从新闻主播 这个离开了以后 我也想做几个比较quality的节目 那也因此也许人家想要借重 我的这种形象 那也许他会认为说 你的节目也许Rating不是那么高 没有关系 可是起码我可以说 我们也是个很好的 比如说国际新闻 或者是一个谈话性的节目 所以瓶颈在于台湾的电视台 还新闻台 还是纳入了Rating 18年生的这种比较 而这种Rating让它非常的commercialized 非常的商业化 这种商业化让老板们 只能从数字去评断 新闻的价值 怎么能够从Rating去评断呢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瓶颈 但是hopefully 我希望未来 大家还是可以有更开阔的 尤其是在网络新闻 已经让很多年轻人 不再从电视场看新闻的时候 其实电视台的主管者 或者老板要从另外的层次去思考 如何做出真正的影响力 而且是可以可唱可久的电视新闻跟结果 谢谢张老师的问题 来一位有问题 哎 排名 抽给人一个投资 来一位 这个 来一位 你赶快跑下来就好了 你跑下来 戴帽子另一位 谁先跑到这里 谁先认识一下 谁先跑啊 我想问一下 澳门人比较小留意 这是澳门反地的问题 一大部分是因为 澳门人比较小看 澳门的电视台 澳门的电视台只有一间 这是他可以怎么改进 就是澳门人比较看电视 是因为去看TVV的电视剧 就是澳门的电视台 可以做什么去把他们 就是澳门的观众吸引 来去留意澳门的新闻 还有我看了 《醒春花》和《连车》的节目 很好看很正点 好 这位这位 《醒春花》已经发言了 来 以后就请拍 我要真的很抱歉 我没有看到澳门的电视 比较没有这方面的研究 但是我想澳门的电视 刚刚说大家只是看TVV的 戏剧的节目 其实对观众来讲 戏剧跟综艺 一直是电视节目里面 非常大的两块 而且是最赚钱的两块 新闻对于电视台来讲 都是赔钱货 所以要去投资这个新闻 必须这个老板 要有很远大的一个眼光 所以引进戏剧 我觉得无可厚非 因为这是观众之所爱 那么有很多的综艺 也是大家能够娱乐 可是我想其实是我觉得 一个电视台 它比较有一个综合性的影响的话 它还是在新闻上面 因为在新闻里面 可以做非常多的监督也好 或者是发掘也好 或者是传递一些 这个大家的讯息也好 我觉得这一块还是很重要的 谢谢 咱们正举时间 还可以有时间有问题 哪一位有问题 哪一位有问题 那边赶快 女生女同学 哪一位赶快 麦克风麦克风 你没有麦克风 大声叫就好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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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澳门大学 澳门大学二连级的学生 我叫Victoria 我想请问一下 陈月欣女士 像是你刚刚说的很多 市面上很多假的食物嘛 所以市面上也出现了很多保健食物 像是康宝来或者安利 或者是改变维生 维他命的胶 你觉得我们应该是 吸取这样的一些食物 来带进我们的正常食物 或者说它有没有一些什么弊端呢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譬如说很多的癌症患者 当他们生病的时候 他说有哪些保健食品可以吃 可是事实上在我先生开刀之后呢 医生第一个告诉他是说 你不要随便吃药 因为所有的 即使是维生素也好 他还有负心机 因为他加了很多的东西 都要靠你的肝代谢 那随着我不断地去研究以后 我发现食物是唯一的解答 那包括夏哈佛大学 专营养学系的这个院长 那他就说 他要站出来 期望所有的健保 保健食品 可是背后的力量太大了 因为我们发现 这保健食品呢 其实不是它不好 而是说我刚刚讲 有生命力的食物才能养生 逢药就是三分毒 它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呢 它会引起很多的生化作用 它跟你的身体有很多是不相似的 所以我们古人才会说 你要先求食物 食物不足 你才用药物 因为逢药是三分毒 曾经有一个医生 也是哈佛回来的医生 他说有一个老先生 吃了好多颗的钙片 然后呢 去给他看 因为他身体很不舒服 结果他一早发现 所有的钙片 都是他的胃不能消化 所以现在的产制过程当中 那个钙 甚至很均匀的 在每一个药片里面 在每个药片里面 那他加了什么样的复兴剂 那些东西是不是能够被你身体吸收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世界卫生组织 也是大声呼吁大家 其实保健的健康 应该从食物开始 食物是一切唯一的解答 谢谢 谢谢 现在是最后一个问题 这位女同学问 不管你问什么 为了公平起见 就是叶数上的问题 其实我想问的是 陈月琪阿姨 因为是一个关于糖尿病的问题 糖尿病 对 然后因为 因为我家里人 有三位都得了糖尿病 然后我想知道糖尿病 就应该怎么样去吃 因为当你的糖尿病的时候 你要避免摄入很多糖类的食物 但是这样往往会 错失很多 摄入其他营养的机会 然后从而引起许多的病发症 所以我想知道 糖尿病应该怎样去吃了 谢谢 不好意思啊 不是做广告 但是我知道今天很多大家都有健康方面的问题 如果你可以的话 我有捐赠给这个澳门大学 两本这个书 那大家可以去上面有很多的解答 关于糖尿病呢 事实上这是一个有基因的问题 也有饮食的关系 就基因可能让你血糖比较容易升高 再加上你的饮食 我的有六个饮食原则 六条乘六条 那大概对糖尿病都非常适合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要再吃任何的再制品 任何的食品 要吃食物本身 然后对糖尿病患者来讲 煎炸烤也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种发炎现象 那如果我觉得碳水化合物 你如果连皮吃的话 其实不会让你的血糖升得非常高 所以重要的是量 我可以告诉你 有一个东西是你绝对不要吃的 那就是加工肉品 因为加工肉品对糖尿病患者非常不好 那个糖尿病患者应该就是更要吃全食物 有一个美国医生两代医糖尿病 他鼓励大家如果你吃的是五股 就是我刚刚讲的全食物 然后你吃全素 他的病人都可以从打针到吃药 从吃药到不要吃药 所以你也可以参考看看 谢谢 谢谢 我是想把这个 新闻也延长到六点钟 但是这四位大妈就会说 我太不体恋他们了 还有八位大妈就等到 这个跟诸位这个 这个讨论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 这一场呢 就暂时告一的动作 那么也许是下个礼拜 也许是明年 我们再在澳门见 要欢迎您到台北 台中海 好 谢谢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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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警长嘉宾 谢谢刑中南教授 台湾面面关于台湾 自身美国